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要來介紹台版預計二月會實裝的專武 包含了之前被遺忘的部位以及萬聖節復刻角色的專武 其中部位按照日版的進度應該是早該實裝了 台版之前不知道是忘記還是怎麼樣 我也不太確定二月到底是會裝還是又會被忘記 不過管他的 反正先介紹吧 首先先講一下這個表格是在幹嘛的 應該有些人是第一次看這個表格 第一排是角色名稱 這應該不用說明吧 第二個是我個人推薦的競技場還有戰隊戰的優先程度 這個不完全等於角色強度 因為有的很強的角色專武效果卻普普 那推薦度就不會特別高 另外 因為台版一陣子沒有出專武了 所以這個表格上次更新大概在兩月之前 這次更新的這個表格 我有把優先度重新看了一次 評價有改的角色 我會以紅字標示 第三排是專武效果 裝了專武會提升的部分 我會以紅字標示 第四排是專武屬性的重要程度 這邊是在講說裝了專武之後 升級專武等級的必要性 比如說如果有給非常棒的屬性 像是輸出角色的TP上升 或是補師的治療上升 那這邊的重要程度就會給到比較高 最後是升星升專武的順序 如果已經決定要把一個角色升級到五星專滿 但是沒辦法一次就升滿 那我會建議按照這邊的順序來做提升 好了 看懂這個表格在幹嘛之後 我們來看二月的角色吧 首先是這個不知道到底會不會實裝的部位 先說一下部位的記憶碎片 日版部位記憶碎片是跟六星玉三家差不多時間開放的 會在地下城開賣 台版如果開了部位專武 應該會跟著開賣部位的記憶碎片吧 那如果有開賣的話 資源夠可以直接升到五星滿專 不用卡在三星 部位的專武效果是對範圍內的敵人造成中幅度物理傷害 並造成中幅度物理攻擊力下降 專武給的屬性是物攻 物防 魔防 這次的幾個專武角色 我最推薦的就是裝部位專武了 他的特性可以完美的跟六星妹弓的環境配合上 有了六星妹弓之後 軟趴趴的角色都會被秒殺 就會比較少在防守陣容看到 只有一次UB射不死的 煩人角色會比較常看到 而部位毫無疑問就是那個很煩的角色 射不死還會一直亂 不讓對方好好輸出 然後UB的黑暗還有機會吃掉妹弓的UB 讓他打出整排的miss 甚至還可以作為進攻角色來使用 什麼你們不信 那就直接來看一場實戰吧 好啦 現在畫面上這隊就是我的進攻隊伍 再強調一次 這個是進攻隊伍 不是防守 防守是對方 他是使用萬聖炸炸人配上了媚弓的防守陣容 這個陣容因為他的攻擊力很高 而且兩個角色都有很強大的攻擊力 所以使用一些攻擊力很高的角色可能會被他們秒殺 所以我使用了這樣的坦克進攻陣容來面對 這個陣容因為對方的補血能力非常差 他只有真部一個補師 那我的範圍攻擊角色夠多 只要我打滿一分半 對方基本上就是會死 那我這邊的角色不管萬聖炸人在怎麼炸 還是魅弓在怎麼射也都射不死 因為他們都超硬 那這個是環境的關係 後續這種坦克進攻隊就會慢慢的出現 那我日版現在3V3的其中一隊也是坦克進攻隊 不過是進化的版本 那關於這個坦克進攻隊的話 我會在另外專門做一個影片來介紹 因為真的是值得花一個影片來介紹這個隊伍 就非常的有趣 好啦 打到最後差不多38秒 對面已經被我全部耗死了 這個就是部位的坦克進攻隊 日版到目前為止防守陣容還是一大堆部位 然後也是可以當作進攻角色來使用 所以我是很推薦競技場玩家都裝一下部位的專武 而如果是戰隊戰玩家基本上用不太到就可以不裝 第二個角色是萬聖人 專武效果是特大提升自身的物理攻擊力 並大幅度提升自身的物理暴擊率 專武給的屬性是物攻 物爆跟TP上升 大家應該蠻好奇這個以前在競技場呼風喚雨的萬聖人 在有了專武之後有沒有重返巔峰 答案是沒有 有了專武之後還是沒什麼存在感 本身的體質太軟就很容易被秒殺 然後攻擊力又沒有高到一個毀天滅地的地步 即使有了深月幫忙破防 松鼠和千歌來加他的攻擊力 要一刀砍死妹弓還是要靠暴擊 如果沒有暴就等著被妹弓UB伺候 非常的慘 防守沒有人用 進攻也很少用的到 有時候我不知道怎麼解對面的防守陣容會去參考解證網站 然後我自己本身就很少用萬聖人來進攻 而在解證網上看到有用萬聖人結證的也很少見 反正從萬聖人專武實裝到現在 我用他的次數真的是非常少 如果是競技場玩家已經有練萬聖人 而且資源充足的話可以開個專武來玩玩 那如果資源不夠不開也不會怎麼樣 至於戰隊戰玩家就可以直接無視了 第三個角色是萬聖公子 專武效果是小幅度降低最遠敵人的TP 並且暈眩1.8秒 還有給予8秒的恐慌狀態 在恐慌狀態中 角色是不會因為行動而獲得TP的 專武屬性是物攻 防禦 魔防 物爆 裝了專武的萬聖布丁 在競技場偶爾會有上場機會 但不是特別多 用法的話 我們就直接來看實戰吧 好啦 這場就是萬聖布丁的進攻隊伍 這個場我是放了胡桃 來讓我的薄皮角色能夠撐過妹弓的一發UB 這邊因為雙方前面都沒有充電角色 所以大家都過得相對安全 那我就稍微快轉一下 我們等妹弓UB吧 這邊萬聖的布丁先尻了真步一下 但是完全尻不動 物防實在太高了 1分01秒 對面的妹弓放了UB 因為我有胡桃加防 所以我後面幾個角色還沒死還活著 然後霞先放了特大降防 接著是六星黑貓的UB 就把六星妹弓一發帶走了 不過對面的真步還沒死 需要有人補他一點傷害 這邊對方的六星可蘿也補了個血 這個時候真步剩血剩不多 所以萬聖的布丁就順利的打爆了 雖然還沒爆 但等下跳一下就打死了 這個時候剩46秒 這個時候萬聖的布丁最大的功能就出來了 就是他要吸六星可可蘿的TP 然後再給他上恐慌狀態 不要讓他回到太多TP 不然他一直補血的話 這場會打到時間到 好 給他尻下去 快掛了 這個時候順利收掉 就剩下一個最硬的配可了 這場其實有點危險 只要剛剛六星可可蘿再補到一次 這場基本上很有可能就輸了 最後打到剩7秒而已 如果可可蘿補了 7秒鐘應該是打不完他補出來的血量 萬聖的布丁在競技場其實有點尷尬 在他剛出來的時候 有用過的玩家應該都知道這個角色的定位 就是用來針對薄皮後拍用的 而除了專武後的萬聖的布丁 配上深月的降防陣 是可以一發尻死六星黑貓的 但問題在於 等大家都有了六星妹弓以後 那些薄皮角色就直接在防守消失了 會在競技場出現的最後一位角色常常是什麼 真部 小雪 部位 這種超硬角色 萬聖的布丁根本就尻不動 所以這個角色在競技場上場機會沒有很多 有練的玩家可以撞一下專武 沒有練或是戰隊戰的玩家可以直接放生 最後一個角色是萬聖沒效 專武效果是對眼前敵人造成中幅度魔法傷害 並且被獲8秒 然後TP會小幅度下降 專武屬性是魔攻 魔防 HP吸收 還有TP消費減輕 這個角色簡單說 專武剛出來的時候沒什麼存在感 一直到六星老師出來以後突然變得很好用 那我們這邊一樣看一場實戰 好 現在這隊就是有使用了萬聖美效的一個進攻隊伍 那是用來打六星老師用的 在六星老師實裝後 六星酒鬼實裝前都非常好用 只要拿來打六星老師的防守隊伍 幾乎是一打一個準 勝率大概有90%以上吧 反正就非常好用 這隊是使用雙充新年優衣來擋老師的魅惑 只要老師魅惑不了 剩下的就交給獅子花 還有萬聖美效來做輸出就可以了 對方雖然有放空花 好像魔防很高 但是還是擋不住四字花加上萬聖美效 不過這隊有一個缺點 就是他的使用期限實在太短了 六星酒鬼實裝以後 由於酒鬼的UB是有加魔防的 而且加的非常多 然後又會團補 所以這隊的傷害就不夠了 打不死對面 就非常的難受 就是一個使用期限差不多只有一個月 但是在這一個月卻可以用上無數次的一個進攻隊伍 好啦 打到差不多剩30秒 獲得勝利 萬聖美效也是一個蠻尷尬的角色 在六星老師實裝之前就沒什麼上場機會 在六星老師實裝後上場機會變超多 但在六星酒鬼實裝後就又失業了 是一個大起大落的角色 好啦 最後做個結論 這次這四個角色都是偏向競技場的角色 然後只有部位我覺得是必裝的 向下角色可以根據自己的資源多寡來決定要不要裝專武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啦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